消息局砸下6420万元 要改善的是捷运信义县的长廊市公车后车亭 传统的钢铁材质 现在改成会透光的玻璃材质 但是似乎让民众热的受不了 擦汗擦汗山峰的山峰 站在后车亭下照样得撑拔伞挡住烈羊 婆婆妈抱怨简直就跟大太阳底下曝晒没两样 好热啊像在烤地瓜设计的不好 晒得受不了啊 问题就出在一整排的新式长廊后车亭 设计会透光 告诉您这种透明式的后车亭到底有多热呢 我只有站在这边五分钟我就已经浑身大汗 这么一侧哇42度耶 好你看这个是传统式的后车亭 平台侧的温度是38度 跟新式的一比一叉就叉了2到3度 透明式传统后车亭遮阳效果优劣一目了然 后车亭不隔热 部分沿线还有电线乱挂 美观大打折扣 其实我们也做过特计它是 它是具有那种遮阳的效果是存在的 投入6420万的新式后车亭沿着幸运捷运线 有25座传统后车亭改造大变身 将求设计感刻意从原来的钢铁材质 换成了透光的玻璃材质 现在却被民众大吐苦水 等公车容易晒昏头 台北市公寓处骨破网承诺会再加贴隔热纸 平息名愿 谢谢曾建勋走到台北采访不到